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加深认识圣经 祝你有神父 中途大事录第一次传教行程 在安提约基瓦教会中 有一些先知和教师 中途大事录第十三章 着重介绍安提约基瓦的基督徒团体 在那个大城市里面 建立了由非犹太人所组成的教会 在安提约基瓦的团体里面 还有医生路加 他就是中途大事录 和第三部福音的作者 正因为是这样 他自然而言 就会写关于这座城市的事 因为这个是他亲身经历的 也都就是由这里 开始向外方传播福音 巴尔约伯和素鲁在安提约基瓦工作 他们由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 就带来了一位叫马尔谷的欲目 这个年轻人曾经见证了耶稣的部分生活 也都曾经经历耶路撒冷基督徒团体的诞生和成长 耶稣徒团 耶稣徒团是发生在公元三十年 到现在大约过了十五年 而马尔谷现在就已经是四十几岁了 福音的传播开始具有一定的模式 在这个团体里面揀选了一些人 作者他介绍了安提约基瓦教会的领袖 但是就没有使用后来的习惯称为 例如执事、司度和主教等等 而是称他们为先知和教师 他们负责教导并且传阳福音 名单上第一个是 巴尔纳伯和号称尼格尔的西满 还有基纳乃人路基约 和雨昏封后黑禄得同雨的马立行 还有扫禄 但他们五个人被认为是团体的负责人 他们敬礼主和禁食的时候 然后圣神向他们说 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苏陆来 去行我叫他们要行的工作 他们虽禁食祈祷 给他们浮了手 派他们走了 那为什么呢? 安提约基雅的教会 经过慎重的分辨 开始实行传福音的使命 始终他们要分辨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在几年前 大约是十年前 由耶路撒冷被驱逐的希腊人 来到安提约基雅 他们有意无意地开始谈论耶稣 很多人相信了福音 跟着产生了这样一个优秀的团体 十年后 这个团体人数渐渐增多 他们都很高兴成为基督徒 并且渴望向其他人去分享他们美好的经历 他们是这样考虑的 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 并不是出于周长的计划 会不会也都发生在其他城市呢? 上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来的呢? 基督教的种子是安提约基雅生根 这个是不是只是出于偶然的呢? 是不是上主给我们的标志 让我们去采取这种方法 让这里发生的事 也都在其他的地方生根呢? 在祈祷里面 圣神启发他们这样说 你们给我损物出巴尔 立伯和保禄来 这两位是最优秀的 是团体的负责人 他们被派遣执行新的使命 给他们扶手 这个是足性的姿势 是圣事性的姿势 派遣他们外出全教 这个是掃录第三次蒙诀 在去大马士革的路途上面 他成为了基督徒 而通过巴尔、立伯 他成为了斯特 但现在团体决定派遣他去全教 挑选了两个最优秀的人 他们分别是巴尔、立伯和苏鲁 这个计划是一次的尝试 派遣两位基督教传教士 到一个不认识基督福音的地方 在那里宣讲 看看是否会成功 那些人是否会接受 是否能够建立新团体 这个亦都是为验证 看看他们是否真正明白上主的计划 巴尔、立伯和苏鲁接受派遣 并且启程 他们由安提约基雅到色楼基雅 那里是港口 他们登上船 由于安提约基雅所在的 敘利亚海岸对岸 就是塞浦路斯岛 巴尔、立伯就是塞浦路斯人 所以第一站就是塞浦路斯岛 那里也有很多的城市 这个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巴尔、立伯了解那里的情况 他比较熟悉 所以他们决定由这个地方开始 二人既被圣神派遣 随下到色楼基雅 是东部的港口 就在圣神派遣 就在犹太人的会堂中 宣讲天主的圣道 还有若望作助手 若望又叫马尔谷 值得注意的就是 第一步总是由会堂里面 由参加会堂祈祷的犹太人开始 而通过读经 由这些基民开始宣讲耶稣的福音 他们走遍了 他们走遍了传道 直到拍佛 他们在这里 遇见到一位奇怪的人 他是个术士 也是假先知 名叫巴尔耶稣 他尝同色以着保禄总督在一起 总督是个聪明人 他邀请了巴尔纳伯和素鲁来 想听天主的圣道 在这个罗马当权者的面前 巴尔纳伯和素鲁遇到了厄里玛 但他是一个犹太术士 可能他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他或者吹嘘自己有超常的能力 在某一种程度上影响 并且迷惑了这位的总督 厄里玛反对巴尔纳伯和保禄 反驳他们所说的说话 素鲁也即是保禄 充满了圣神 定精望着他说 你这满怀各种欺诈和各种奸恶的人 魔鬼的儿子 一切正义的受地 你还不停止颠覆天主的正道吗 现今你看 上主的手要临于你身上 你要变成一个核子 看不见太阳直到一个时辰 立刻昏黑和幽暗降临在他身上 他就来回摸索 走尋领路的人 这个是素鲁斯家的懲罰 就正如在耶路撒冷 白多禄曾经懲罚阿纳尼雅和撒菲纳两夫妇 因为他们试图欺骗圣神 现在在传教的开始 这个骗子就试图和宣广光明的人对抗 素鲁对他宣布有力的判决 之后他就陷入无尽的黑暗里面 那时总督看见发生的事就信了 很惊讶主的道理 事实上 这里讲述了罗马官员的皈依 释以着保禄总督成为了基督徒 他被圣贤的生命力打动了 而同时也都被素鲁 惩罚犹太朔士的能力打动了 但事实上 这个朔士也都将会接受福音 在第十三章九节 我们发现了明智的变化 那没有确切的理由 没有给出解释 作者讲 素鲁也即是保禄充满了圣神 由这一刻开始 素鲁这个人 时时就被称为保禄 在大马士革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又或者在安提约基雅成为斯特的时候 又或者教会开始传教的时候 他没有改名 但是现在他遇到了一位名叫 適以着保禄的人 于是就改名了 正因为是这样 那些学者就认为 保禄这个名字 和这个罗马总都 是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罗马总都 不单止成为了基督徒 而且现在影响了素鲁 但或者是素鲁自己借用了这个罗马人的名 认为这个人的皈依是一个的成就 耶稣的说话起了作用 香港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只是需要改变字母 Solo Solos 就变成为保禄 Polos 希伯来人的名字 变成了拉丁文拼写的名字 这个标志着走向希腊 一个罗马的世界 犹太人 法利失人 Solo 将为之带来改变 对新文化开放 这种 只是要求接受向所有人宣讲耶稣福音的计划 由柏佩佛啟程 他们决定去蓬菲里亚 蓬菲里亚是今天土耳其的一个地区 在南部沿海 包括几个地区 而其中就有蓬菲里亚 他们在塔利亚登陆 由那里开始新的行程 但是保禄和巴尔纳巴 没有沿着海岸先走 但这个本来是更加自然 更加合乎奴辑的路线 而是沿着托罗斯三民 去了披塞迪雅 不知道他们为些什么 而选择这条不是那么好走的路 但当时是武功路 正常的交通 都是沿着海岸去走 但我们没有地图 但是土耳其南部地区岩石很多 整条海岸之后是连绵的山脈 跟阿尔卑斯山脈 颇为相似 这条路是需要越过山脈 落到披塞迪雅 这个明显不是正常的路线 这个意味着 他们在羊场小径上走几个星期 没有住所 没有补给 正因为这样 他们在背包里面 要背着长途旅行里面的必需品 还要面临着土匪和猛兽的危险 还有自然灾害的危险 如果沿海任何城市都可以正常地尝试传福音 那为什么要付出这些努力呢? 最近的研究在披塞迪雅的安提若基雅 发现了一块牌匾 他提供了可能的答案 匾牌上有总督色以着保禄的名 他是那块领土地的主人 正因为这样 我们可以想象成为基督徒的色以着保禄 建议保禄和巴尔纳伯去他的领地继续工作 他在那里有财产 可以给他们授权 可以介绍他们 让他们在那里能够受到欢迎 得到帮助 他们认为这个标志着来自上天的恩赐 让他们实行中途的使命 他们接受了 但是年轻的马尔谷就不想长途拔失 可能是很惊危险 他到了小亚细亚海岸 跟着就离开巴尔纳伯和保禄 回耶路撒冷那里 而两个人继续愉快地翻过托罗斯山 到达今天土耳其的中部庭院 他们到了匹息迪雅的安提约基雅城 开始在那里的会堂宣讲 但这里路加记载了保禄的功领性广道 长篇又欢泛的广道 在神学方面的展示 非常似百多禄在五秦节那天的广道 但有意思的就是 保禄的第一篇广道 和百多禄的第一篇广道非常之相似 在那座远离耶路撒冷的西南 一个罗马城市 保禄在会堂里面发表的广道 就和百多禄十五年前 在耶路撒冷开始 他的仕途使命的时候的广道 就非常之相似 但路加这样做 他是有意表现出两位中途 跟他们的广道之间紧密的联系 保禄的广道吸引了 匹息迪雅 安提约基雅的犹太人 但会堂当局就集到 这两位外来的宣讲者所取得的成功 于是他们就反对这项工作 并且将他们逐出会堂 在这个时候 保禄和巴尔立伯向希腊人讲道 取得了相当之大的成功 一些犹太人欢迎他们 很多希腊人也都接受了福音 一个新的基督徒团体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 这些活动是需要几个星期 或几个月的时间 保禄和巴尔立伯在匹息迪雅的安提约基雅 建立了一个团体 但是他们依旧宣讲福音 也都获得了相当之大的成功 但是困难的情况又一次重演 他们也都被逐出医科尼佣 他们再一次离开 又换了一个城市 又由头开始 在呂斯特勒城 他们开始医好了一个坦子 在呂斯特勒 即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呂考尼雅 城里面的区民 就将保禄和巴尔立伯当作神 准备敬拜他们 并且给他们献祭 他们称巴尔立伯为责乌斯 将保禄就当作赫尔默斯 因为巴尔立伯身材灰烏 而保禄是一个发言人 所以他是神的使者 当然这两位宗徒 并没有接受这种朝拜仪式 他们告诉大家自己是哪一个 他们只是人 并且对这种希腊的宗教观念提出批评 他们想加以糾正 但计划敬拜这两位宗徒的呂斯特勒人 听到他们批评自己的宗教 于是就开始反对他们 就用石头砸保禄 当以为保禄已经死了 接着就将他留在野外 但是原来保禄只是暈了 但显然他熬了很多石头 身体可能受了伤 保禄醒了之后就离开了 接着就和巴尔立伯再一次换一个城市 他们去了德尔贝 开始全家 之后他们决定回去 沿路回去 回到呂斯特勒 然后到伊科尼庸 接着再到安提约基雅 回过托尔斯山马 到安塔利亚 接着上船 回到安提约基雅 但我们只是用了几分钟就说完了 只不过他们整个过程 就需要几年的时间 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但他们在塞浦路斯 和安提约基雅 在伊科尼庸和呂斯特勒 在德尔贝和他们去过的城市都建立了教会 在这些城市 他们留下了一些长老 长老是责任人 每一个团体都有一位斯特指导他们 斯特是一个成年人 是成熟的信徒 有带领团体的能力 这是教会组织的初营 是最初的尝试 巴尔纳伯和保禄回到安提约基雅 讲述了主通过他们所做的事 并且讲述了主是如何向外帮人打开了信德之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口策 中途大事录讲到开门 但不单只是为监狱里面的人开门 最重要的就是主打开信德的门 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福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